以下分别谈众生圆词 法圆词跟不圆词 首先众生圆词 问曰 事物量心到底要怎么修行 论主回答 先引经 如佛处处经中说 像这样的经在杂阿韩 中阿韩 很多地方都有提到 事物量心 由比丘以词相应心 我们前面也提到以词这个心所 他当然相应心王 还有相应其他的寿想行 还有舍韵等等 无称慧 无贤恨 无怨无恼 广大无量 善修慈心 得谨 变满东方世界众生 所以他这个慈悲心 他不能有称慧 有贤恨 或者愿恼 而且把这个慈悲心扩展得非常广 东方世界众生变满 还有南西北方 四围 四围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还有上方下方 这样十方世界的众生 所以他观为什么称为无量呢 此无量 他不是说你只有慈爱你的小孩而已 对师父不慈爱 或者说对某个人不慈爱 那不能谈到无量 那还是有量 而且他要十方 变满十方世界的众生 那不是说慈土的众生 你慈爱他 他方的众生你就不慈爱他 不能这样子 所以之所以称为无量 就是把这个慈悲心能够扩充 那扩充 事实上这里面就很有学问 对不对 跟我们亲爱的人 我们对他容易产生慈悲心 对普通的人 这个要稍微有点努力 对你一看就讨厌 再看更伤心的人 你怎么要对他产生慈悲心 这个就需要下功夫了 好 这个经文底下就分别解释他的名项 事经义 首先 慈相应心 慈 那是心手法 他有很大的功能 他能够除掉心中种种的污浊 哪些污浊 就是称恨 还有迁滩等烦恼 譬如净水珠 把他放到浊水里面 像明反之类的 他能够让一些杂物沉淀 能够让水 变成很清澈 这个叫慈相应心 接着解释 无 慧 恨 愿 恼 无慧 恨 者 于众生中 若有因缘 若无因缘而称 有的是因为他对我不好 而产生称恨心 有时候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对他总是没有好感 产生称恨心 那想要你骂骂他才会爽快 或者说杀害他 或者解脱他 羞辱他 种种 这个就名为称 就称慧 另外等待时节因缘 恰当的时机 恰当的处所 有势力的时候 然后给他一点教训 加害 这名为恨 那我们以慈悲心 来除掉称慧 恨 就名为无称恨 无怨无恼 恨即是怨 开始嫌恨 产生不高兴 嫌弃 这个名为恨 恨久就成怨 生口业 想要再加害 这名为恼 复制 出生 开始产生 撑的烦恼 这名为撑 撑增长酬粮 持着心中 放在心中 还没有绝了的时候 名为恨 名为怨 就还没有 下决定的心 要怎么样 如果已经产生 决定心 无所未济 即使说 他想要加害别人 有的人还有顾虑 到时候闹新闻 或者是有其他的顾虑 在还没有 下决定心之前 那名为怨恨 等到心已进而豁出去了 无所顾忌的 这个名为恼 以慈心力 除舍离 这个怨 撑 恼 怨恨 撑恼 他说怨疾是恨 所以怨恨 撑 还有恼 这三事 这名为无称 无恨 无怨 无恼 此无称 无恨 无怨 无恼 佛用这样来赞叹 慈心 一切众生 大家都怕苦 想要贪着于乐 但是 为什么会有苦 会有乐 他总有因缘 对不对 众生怕苦 怕受苦 可是却不断地在造这苦的因 想要享乐 可是却不去种那个享乐的因 当然没办法享乐 你怕苦 可是又不断地增长 积极 这些苦的因 当然有因有果 苦果一定来 那什么是苦的因 什么是乐的因 撑就是苦的因 乐的因 那是慈 众生听闻慈善妹 能够除苦 能够带来快乐 的缘故 一心情精进 来修这样的慈善妹 以事故无称 无恨 无怨 无恼